大家好 我是阿贝 本期的主题是小李飞刀自定 说白了就是近战武器的战神魔圣 之所以取名为小李飞刀呢 是因为我们把近战武器的伤害改为了5倍 扔出去敌人一命五虎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 近战武器是我的强项 居港上城区 扛霸子视野 这把目标是拿第一名 话我就放在这啦 朝着拿第一的目标前进 即将落地 哇 这么多人的妈 告辞 称霸这条街需要的是智慧 来 往前摸一下 诶 移到 给红色衣服的大哥躲过去了 大哥 饶我一命啊 大哥 大哥非常暴躁 大哥 大哥啊 大哥迟迟不把投资物丢出来啊 他丢我还没那么怕 他站着不丢我很怕 大哥被放倒了 吹 吹 来来来 继续搞人 还手一刀 宝德 这人 哎 又一个淘汰就很舒服 有人搞我队友 作死 再见 抢了队友一个人头 不过没关系 战争模式团醉算分嘛 抢了头不爱省 哇 预判中了 来这也不叫预判了就贴脸了 耶 再拿下一个淘汰粉 两把武器再来一个 这也没打算 哇 他把我队友放倒了 拔不掉 有人砍我 别别别别 被拳头撂倒了 再跳一次巨港上程区的街 为了团队第一的目标 我不想再死了 哇 上程区越来越轮 跳上防碟 观察一波 但没有异议 落地扣血没关系 打中就直接淘汰了 好 视角观察一下 队友打了不用救啊 敌人守着救不了了 武器 扔 再扔 哇 又被秒了 说你有没有问题不大 请看左上角排名 我们队伍第一名 没人能够撼动得了我们的成绩 我后宿舍楼二楼有老鹰鱼 哇 可怕 不是吧 这个模式都有老鹰鱼 天呐 啊 这个老鹰鱼居然是我队友 骂错人了 干得好 战术小达人 我就欣赏你这样的人 红色一波小伙子 你成为赢钱 我注意 切地人车 你已经完蛋了 职业级预判 再见 啊 他躲过了 预判 我要坐飞机 又躲过去 黑虎掏心 诶 泰山鸭鱼 啊 这里被他躲过去啊 最后一拳 龙泉峰追尾停车场 好的 没打中了 见好就收好吧 兄弟要不就此别过 别追我了 以后职业赛场见 抬追反身天鹅亮势 又躲过去 这一拳就猜不到了吧 骑风对手行行相信 宋忠拳 不可能啊 飞天锤 又被你躲过啊 天呐 他的身法恐怖如斯 两大高手都切磋 他很惊心动魄 好家伙 以后直接比赛没你 我不看 猴子偷偷 啊 终 终于 终于放到他了 高手之间的对决 总是那么难分难解 那么大战三百回合后呢 我以运气 小心赢了 前面一选落单 我没武器啊 干嘛跟我对权 干嘛跟我对权 再下巨港第一拳王对权就没怕过谁 可以那你当第一我当巨港第二拳王 我认真了是你们逼我的 为什么要逼我发挥住全部的实力 怎么玩着玩着就变第四了 时间不够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小布列游戏时当 如果喜欢那么帮忙点个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